一般 COVID-19 的測試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用PCR 即是一些黑酸分子的測試 通常是快速測試 另一類的測試是抗體 例如我們現在講的深厚抗疫 或是鳥鼻疙瘩 其實都是用來做快速測試 當人有病症的時候 其實是建議用這一類的測試 在人開始病的時候 鼻和喉嚨會有病毒的產生 直接會偵測到這些病毒 這個就是比較早點的時候 當開始有病症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偵測到病毒 至於另外一類的測試就是抗體 抗體其實坊間也很多 因為有一些是滴一滴血 甚至有抽血 不過大家要知道抗體 如果真的染了新冠肺炎後 其實它起碼要一個星期才出到抗體 而最高通常是第二個星期 即是說如果你今天有病症 你現在立刻驗抗體 滴一滴血 很多的快速測試 但是你陰性 即是說你沒有東西 那不等於你是沒有東西 因為你只是太早 所以我們不會 亦都看回國際的指引 都不建議用這一類抗體測試 去到一個有病症的病人 至於這類抗體的測試 有些人就說我沒事 可能我以前染過 然後我現在看看我有沒有抗體 然後我是不是叫做免疫 但暫時來說 我發現了這類抗體 就算你驗到有陽性之外 暫時都未知是否可以避免到下一次的感染 即是這類抗體 叫做neutralizing antibody 夠不夠高的量 所以譬如世衛 它都沒有給到一個指引 即是會不會用這類抗體 來做這個目的去做 我都會覺得 最好去到有認可的實驗室 去做這一類的測試 就會比較安心一點 看回應該是化驗室認證 化驗室認證 化驗室通常大那些 譬如中證腐症 化驗室一定沒有問題 另外就有私家醫院 或者一些化驗室 香港很多間化驗室 它有一些認證的 你可以上網頁 看看他們的認證 就會知道他們的水平是怎樣 因為如果不是做出來 如果假洋性 那怎麼辦呢 又嚇死自己 然後又要再驗室 你看回外國的經驗 如果當城市的社交距離 各方面都停止了 所有的接觸 你會看到 一定的疫情是會控制到的 因為這個病始終 一定是要靠人與人之間的感染 亦都現在知道 未有症狀之前的人 他未有症狀之前的兩至三天 他已經可以在秘康排出那些病毒 即是說 我們不可以用 像沙士的時候 有發燒的人 就要困住他 那些人都未有症狀 就可以傳染給人 其實現在這一刻 因為未有疫苗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靠公共衛生的方法 去阻截傳播鏈 你看到香港之前幾個月 其實實在是 都控制得很好 在一個低水平 然後放鬆了 又有群組 希望現在我們要緊 就可以控制了一段時間 我們預計了 如果一開始 例如上學 這樣計算 那又會有的 直到希望 買時間 就有疫苗為止 不過我覺得 最後的成保 我們一定要保住的 就是醫療系統 對醫療系統 很靠 我們可以安靠 師傅 他們的 就完全無法 開專門